最近的冬季奥运受到全球的瞩目 各国选手在98场的赛事当中代表89个不同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 有十位运动员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 其中克里斯多夫、佛格、诺伊尔派克佩斯和朵拉布莱特 这三位赢得了奖牌 并在最近登上了教会新闻 我们要向他们和其他参赛选手祝贺 你们做得真好 我今天上午提到这些比赛 使我想起男青年、女青年和年轻单身成人 你们正处在决定人生方向的关键时期 我深感迫切要对你们演讲 为了让你们有迫切感 我首先要分享诺伊尔派克佩斯的故事 他是其中一位后期圣徒的运动员 诺伊尔的参赛项目是空架雪橇 运动员会以快跑来增加冲力 猛然趴握在小雪橇上 头朝前进行冲刺 趴握的选手连离地不过几英寸 要在弯曲结冰的赛道上俯冲滑行 时速最高可达145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只看四段60秒钟的激烈赛况 就能断定多年来训练和调整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伊诺尔在2006年的奥运发生严重的以外摔淡了腿 奥林匹克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2010年的奥运中 他以0.1秒之差再度与夺牌的梦擦身而过 你能想象他参加2014年冬季奥运 要开始第一场比赛时的焦虑心情吗 多年的准备要在短暂的时间里全力发挥到极致 时间只有四分钟 但他花了好几年来准备拿四分钟 而且将花一辈子来回想这四分钟 诺伊尔最后的几回合几乎无懈可及 我们永远忘不了他在穿越终点线后 跳近看台拥抱他的家人 大喊我们做到了 多年的准备都值得了 我们看见挂在他脖子上的银牌 也看见他脖子上的女青年奖章 有人会说 只用这短暂的四分钟决定 诺伊尔的奥运美梦是否成真 看来有点不太公平 但是他知道这样的情形 这也是他要非常努力准备的原因 他意识到这四分钟的迫切和重要性 以及对他一生所代表的意义 我们也记得克里斯多夫佛格 他是四人雪车比赛中赢得同牌的队员之一 他们的团队在2010年发生严重的翻覆事故 他大可以选择放弃 但他却选择继续比赛 之后一个精彩挽回颓势的回合 为他赢得心情寻求的奖项 现在请你们想想 这些运动员的四分钟 与你们通往永生的道路 有多少类似之处 你们的生命是永恒的 前生时你是个灵体 你在慈爱的天父身边 接受训练并做好准备来到城市 短暂的停留 而且想要有所作为 今生就是你的四分钟 在这里 你们的行为会决定 你们是否能赢得永生的筹赏 先知艾谬莱克描述 今生是为赢见神而做准备的时候 试得看今生的日子 是完成工作的日子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的四分钟已经开始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使徒保罗说得似乎很贴切 在场上赛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对于奥运选手而言 他们要在极短的表现比赛当中 必须遵守某些步骤 例如滑冰和雪板选手的跳跃或转身 雪车在途中要成功过弯 或是雪板要滑下障碍滑道时 要快速地穿越标示旗 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 有些事物是绝对必要的 而我们在城市中的灵性表现 需要通过一些关卡 这些不可或缺的灵性关卡 是神所赐予的福音教仪 例如洗礼 接受圣灵的恩赐 圣职教仪 圣殿教仪和每周领受圣餐 在圣职的各项教仪中 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 有纪律的训练能让运动员做好准备 让他们在比赛的各方面 达到最高的水平 同样的道理 遵守神的诫命 会让你有资格执行这些救恩的教义 你是否有迫切感呢? 年轻的朋友们 无论你们在这四分钟的表现的哪个阶段 我敦促你们要沉思 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才能确保赢得奖牌 或许在这次大会期间 圣灵已经向您低语 该做什么 比方说 要再三思良去为将来要接受 或以前早该接受的教义 做好准备 无论你受敦促的事情是什么 要立刻行动 现在就去做 不要等待 你的四分钟很快就会流逝 而你会在永恒中回想今生做过的事情 自律是必要的 你的基础训练必须包括 每天祈祷 研读经文 并出席教会聚会 你需要培养 服从诫命的习惯 遵守你所立的圣约 并遵守在巩固青年小册子中提到的主的标准 也许 你察觉到你生活中的某些事物 真威胁着你 让你灵性的进步慢下来或停止不前 如果是这样 请遵从保罗的中故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现在悔改为时不晚 但时间可能不多了 因为没有人真的知道 你的四分钟何时会结束 现在 你们可能在想 我已经搞砸了 我的四分钟的表现一塌糊涂 我不如放弃算了 如果你这样想 请停止 而且永远不要再这样想了 赎罪的奇迹 可以弥补我们的行为表现的趋势 就像杰弗瑞赫伦长老曾教导的 你们当中 仍不愿加入我们的人 我要见证 神的爱 隐藏了更新的力量 祂的恩典 会带来奇迹 只要葡萄园的主人 说还有时间 就永远不闲持 不要耽搁 请记得 您并不孤单 救主已经应许 祂不会撇下你为孤儿 你还有家庭朋友和领袖会鼓励你 尽管我的演讲是针对教会的青少年 但是我有话要对父母亲和祖父母说 最近大卫贝纳长老描述一种简单的方法 能借由是否已接受必要的教育 来评估家庭在圣约道路上的进步情况 你只需要一张纸分成两栏 分别写着姓名和所需教育的计划 我最近照做了 列出我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这些名字当中 我注意到一个墙堡中的孙子 就要接受命名祝福 六岁大的孙子也必须要去为洗礼做准备 而要满十八岁的儿子 也要为接受圣职和圣地恩道们做准备 这个简单的做法 帮助我和我的内人雷沙 尽到我们的职责 帮助我用一张行动计划表 协助家中每个成员 在圣约的道路上进步 你或许可以试试看 这能带动你的家人讨论 影响家人家庭晚会的课程 甚至能让你准备或邀请家人 去接受必要的教育 我自己也会滑雪和玩雪板 一位来自澳洲 也是后期圣徒的雪板选手 朵拉·布莱特 他在半管滑道比赛里 善用四分钟 赢得了银牌的表现 令我印象深刻 在一个几乎完美无瑕的回合当中 他在结束前空翻两周 并内转720度 让全世界都惊艳 但是更让世界印象深刻和惊讶的是 他竟协助他的竞争对手 并展现基督般的爱 他注意到他 美国雪板选手凯利·克拉克 在最后一回合的第一场表现不佳 然后对第二场的比赛 似乎有些紧张 克拉克回忆道 他回忆 他拥抱着我 直到我冷静下来 呼吸变得缓和 能够有朋友的拥抱真的很好 凯利·克拉克后来获得铜牌 跟朵拉一同站在颁奖台上 有人问朵拉 他向对手展现这种 不寻常的仁慈的举动 很可能会让他失去银牌 但他只是回答 我只是个选手 我希望做到最好 但是我也希望其他选手也能做到最好 想想刚刚的故事 是不是有人需要你的鼓励呢 家人 朋友 同学或订额组的成员 你要如何帮助他们 在他们的四分钟里好好表现呢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正在一段令人兴奋不已的旅途上 在某些方面 你们就像在半管滑道或雪橇赛道中前进 要完成每个动作和顺畅地通过每个弯道 这些都可能充满挑战 但要记得 你已为此 也为迁徙年做准备 这是你们大展身手的时刻 这是你的四分钟 就是现在 我想告诉你们 我对你们的能力伸具信心 你们有世界的救主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向他求助并遵从他的指示 你们怎么可能会失败呢 最后我要见证 我们蒙福有活着的先知 多马蒙孙会长 也见证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救主和救赎主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